歧視歧視,你們這些思想保守 不支持同性婚姻,都是歧視 一夫一扯,一生一生 年輕人,你的婚姻制度這樣軟軟木 社會是很大軟的 婚姻平權是時代的新觀念 阿婆,你不懂啦 我不是,那麼我問你 國家有什麼要有婚姻制度? 這,這不就是保障兩人相愛的關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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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需要有健康的婚姻家庭來祝福 健康的婚姻家庭是需要靠健康的婚姻家庭來備用 所以政府結局讓這些婚姻家庭有很多方法 就是為了婚姻的婚姻在健康的婚姻家庭來成長 你們是異性怨霸權 只因為會生小孩 就不讓我們同性伴侶結婚 其次不平等 年輕人,什麼才是真的平靜 因為你做產,你就有能夠新人的補充 所以你就有能夠新人的補充 所以不一樣的新婚或不一樣的補充 這不做事看不起,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的管理有生產的可能 所以政府才會讓這種新人來補充 女婦跟女婦,女婦跟女婦的管理 不生產的可能 如果我們也要用同樣的制度 那不是真的平靜 那不能生小孩夫妻,不就不能結婚? 做產能每一邊政策 跟我們都會修行嗎? 不會 因為你會受到各種環境 他所影響 但我們不能說因為他沒有修行 就認為他不是做產能 所以我們也不能生小孩 作為生意了解 應該是他參與生養 作為生意了解 可是一夫一妻 還不是有許多亂象 如家暴,通姦,亂倫,氣氧等問題 這只是因為我們的社會 沒有同時家庭 讓我們鼓勵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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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原來婚姻制度的目的更重要性 現在這個社會 跟家庭的問題 就是這個社會 所以要改革這個問題 不是另外 入一個無同時後一代的 女婦和女婦和女婦和女婦 才是說其他的婚姻制度 應該是回頭 來建築原本的婚姻制度 這樣你說對不對? 什麼事啊